明天是我们农季新厂开工的日子 现在我们来准备烧猪 这一个是我们镇上最出名的烧猪师傅 何叔 我们镇上最有名的烧猪师傅 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烧猪的品种 这我们当地一些养不大的一些小猪仔 我们就拿来做来烤猪 这一个等一下我们用到来烤猪的一个烤炉 都用到现代化设备了 用到钓机 现在去好毛了以后把它开膛过度 这个就是取下来的猪杂 这个用来包装啊 很好喝啊 处理好了 我们把它腌制 起骨 起骨腌制 新鲜的猪杀出来它是有跳动 来看一下 够新鲜了这种 现在我们这一步呢把它去骨 等一下腌制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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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这个皮 过一片冷水 去除表面上腌制的一些残留物 现在的骨头基本上去除掉了 吃烤猪啊 其实就吃着那一块皮 哇 漂亮啊这个 看起来就舒服 现在我们来起火 烤这个猪我们是要分两次烤 第一次烤是放到炉里面把表皮烤干 第二次烤是把它烤熟烤脆烤香 现在我们这一步是退火焖炉 不需要这么大的火 现在我们开始动板 这个板呢是我们提前用那个凉水 泡过的 发化容易着火 该上不一样的保温 现在我们来第一次的起炉 看到没有兄弟 猪皮已经干了 漂亮漂亮 只有干的猪皮炒出来才够香够脆 这样子做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目的啊 我们那个猪耳朵啊 它比较薄 包一层纸的话烧出来不糊 还有底部这里啊 是接触火面最大的地方 像不像给他穿了一个尿布丝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二次的家伙 要比第一次的更旺 这个操作起码要复此档才可以啊 现在庆祝我们新厂开张 原价是100多的榴莲兵重 现在只要99 两盒送猫包油送到家 还有大家要求返厂的蛋黄酥 今天也趁着开张的日子返厂 原价是50多的 现在30不到两盒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下方也有购买的链接 新鲜猪炉 香了几条街 这种边边角角的才是亮货够香 嗯 好吃 香喷喷喷啦 几条街都闻到了 哈哈哈哈 哦 先放这里先放这里 哦香啊 宝贝 上面 来 后院